各位同学好 我们接着来介绍执行序的部分 当然执行序在台湾成为执行序 因为它的英文名字叫Thread 可是在中国大陆话就叫县城 我们首先在这个部分来介绍一些基本的一些概念 当然它有很多的参考资料 同学可以在网络上找到非常多的相关资料 自己去参考 我很快的来介绍一下 有关这个 怎么看一下你的电脑 你的设定 就是你的到底有多少核心 因为我们会介绍Thread的时候 你需要知道一下你的电脑的状况 当然你要打开 你要使用的方式是用所谓的 要看一下你的工作管理员 最简单方法是在右边这个箭头上面 这边会看到一个工作管理员的一个方式 你也可以用Ctrl,Alt,Delete 你会看到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景象 我们简单使用这一个 按右键工作管理员 你会出现这个工作管理员的一个线 一个所有的一个这个目录在这里 那你看到有城市有执行 现在有执行五个城市 那背景的执行区有81个 好那你看一下我们要知道你的电脑的效能 所以你打开的结果你会看到 像我这台电脑里面 那我就先看一下我有四个核心 八个逻辑处理器 那有一些模拟的一个这个部分 那你会看到说这边有多少个process 好就208个process 有2000多个执行区在里面同时的一个执行 好那当然我有一个GPU在这边 我就要看你的看同学有没有装GPU的这个卡片 好那我们看一下你这个是整体的一个CPU的一个转 让的一个状况 你可以在这边按右键 然后呢使用看一下所谓的逻辑处理器 这时候你就会有八个核心的 这个模拟核心的一个处理器在这边 你会看到它运行的一个状况 好那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的内容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这个开启资源监视器 资源监视器开起来以后呢 你看所有的处理程序在左边 那右边呢它就会告诉你 现在你每一个核心 它执行的一个状况在这边 好那你可以看到更多的细节在这 当然你可以看到记忆体啊 那不同的一些磁叠的状况 网络的一个状况 好那这是了解一下你的电脑 因为我们介绍到执行序 所以你可能要知道 你的电脑到底有几个核心 然后它的使用的状况是怎么样 好从前一页的这个投影片里面 我们学会了怎么使用这个所谓的test manager 好在里面你可以知道你电脑的spec 是大概是怎么样 比如说假设你有两个核心 好那可能就有四个thread 好那或者像我的我的是有四个核心 有八个thread 好那每一个人的电脑不同 当然价格也就不同 那当然我们知道 一般现在在电脑 这个电脑里面都有非常多的核心 可是问题是你不见得都会使用它 好那牵涉到你的程式的这个特质 那有时候你可能会学要用到多执行序来执行 好那在python当然这里面很特殊 一般我们说我们如果用这个多执行序来执行的时候呢 它的效能会增加两倍或四倍 如果看你有多少过 可是在西python里面 因为它使用了一个技术叫做GIL 叫做Global Interpreter Lock的这个部分 所以让这个在python在执行的这个程式的时候呢 它一次只能执行一个执行序 就是manthread以外再加上另外一个 所以呢在CPU的发挥上就没有这么好 有时候你的程式 如果是运算比较多的程式的话 那你如果使用这个thread呢 就manthread呢 反而它的效能会比较差 那如果是一些等待的状况的话 或者其他的网络的状况 其他的部分 那可能相对上这个使用manthread就会比较快 好所以那这跟每一台的这个状况都不太一样 跟你的作业状况不同 那基本上有两种thread 那比如说是kernelthread 一种是user space thread 这个我们暂时不管 不过呢在这边有一张图 我先解释给各位听 就是说一般我们现在在执行的一个程式 我们就叫做它是一个process 那我们称为程序 那这个程序里面通常呢 它会用到很多的这个global variable 就是说一般的公用变数或全域的变数 那通常我们可以怎么样 我们在multithread的一个基本概念 就是说我可以在一个process里面去执行 譬如同时执行三个thread 让一个工作分给三个thread的去执行 那它可以同时的去执行 所以我们在这里强调的是说 它thread的一个功能是它有同步的一个部分 所以它可以把一个工作呢 它把譬如三个工作分成三个 三个这个执行许去执行它 那而且它可以共享所谓的资源 譬如像你的global variable记忆体 或等等的部分 那用分散技术的一个部分 所以现在大家产生听到 所谓分散式的计算 那跟这个大概就是有关系 所以执行许有它很好的优点 而且同学一定要学会的是说 有时候在使用者界面的时候 你非使用这个 不然的话你所设计出来的程式会相当的好用 那这是大概是一开始介绍 什么是执行区的一个部分 首先我们来介绍它这个同步的一个特性 这个thread的同步特性 我们刚刚已经介绍过CPU里面 通常有好几个不同的核心 假设呢现在我有一个 我有一个task 一个工作呢 假设有三样事情要做 而且它是有顺序性的 先做第一再做第二再做第三 好那如果是这样 以往正常我们写的程式的 用顺序式的方式来执行的话 我就把它丢到了一个核心 一里面 然后先去执行一 再执行二再执行三 假设这个要三秒 这个五秒 这个要八秒 那所以你可以加起来 大人就会知道 这一个程式呢 大概需要花到你的十六秒的时间 好那可是由于他们没有什么 所谓的这个先后顺序的部分 所以我们的想法是 我可以把刚刚的这一个问题呢 用什么用分它三个执行序来执行 那执行这个核心1 来执行执行序1 核心2来执行执行2 那Core3来执行Task3 所以你就知道 原来我们说这边需要三秒 这边需要五秒 这边需要八秒 好那在这里 因为它可以同时去执行 因为它每一个核心是独立的在运作 所以呢可能我这个 这个里面执行完 只需要八秒的时间 就可以完成刚刚的一个工作 换句话说 我用了三个核心来运算 我可以节省一半的时间 好那这是原来在设计这个 multi-fread的一个部分 它原来的一个想法是这样 譬如你现在如果在C啊 C-sharp啊等等这些程式里面 你如果用执行序来执行这个部分的话 你的确会得到很多不错的一个结果 好那像现在我们的GPU的一个设计呢 基本上它也是类似像这样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深度学习 可以变得这么有效能 基本上它的概念上 是用这个thread的一个概念 来做执行是一样的 好所以首先我们介绍了什么是执行序 那它同步的意义在这里 好刚刚介绍的是用C和C-sharp 这一类的程式来执行 它有真的这个所谓的multi-fread的功能 如果我们看看python 它又有这个GIL的一个限制 所以我们照刚刚的一个状况 假设我们有三个task 那分别执行的时间不同 它真正在python里面执行的状况是这样 因为我只能使用到其中的一个cord 所以我只能用一个cord来执行这个部分 可是我希望能够同时得到三个task 这三个task它是同时在这个cord里面执行 所以它的做法是 我把这个工作丢到了这个cord里面去执行的时候 我先去执行 我把这个工作分成好多块 先去执行了task的一之一 然后去执行了task的二之一 再去执行task的三之一 所以它执行方式大概是类似的下降 我先把每一个工作拆成很多小份 去这边去每个去执行一下 然后再去执行这边 然后再慢慢往一去的执行 所以每一个工作我都同时执行了一些 所以说它真正执行完这个工作的还是16秒 但是呢也许会更多要增加一些管理的一个时间 因为我把我把这个工作拆成了好多部分来做 而且我需要轮替轮替的再执行 所以往往来说它有它可能会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做这个 做这个分散式的一个进行 所以在Python里面如果你用Thread呢 不一定可以得到更好的效能 当然有时候在某些情况下 因为你可能不是用密集运算的话 不是做密集 就是你用很多的CPU的计算的时候 你可能会得到还不错的效果 可是通常在做密集运算的时候呢 你用这个MultiThread呢 不会运算上反而不见得会比较快 我们刚刚提到说执行序 执行序不见得会运量比较快 那为什么需要 我们一定要在Python里面使用到执行序呢 它有几个重要的理由 第一个呢 因为执行序可以把比较长的时间丢到什么 后台去执行 我们也就是讲的Background 它可以把它丢到Background里面去执行它 所以你不会感觉到 真正的有一个程式在执行 虽然它是用分时的方式 好 那尤其是在你在使用者界面的时候 假设你今天有一个很长的工作要执行 那你可能点了一个键就让它去执行 那你可能会希望我同时间可以做别的动作 那一种不希望你的这个界面一按了以后 它就不会再动了 那你要等这个执行再执行完 好 所以那这个执行序在这里扮演中文的角色 我这边觉得你说user用一个点去按钮去触发某一个事件的时候 那也许你会弹出一个什么process bar出来 那你的程式写起来就会觉得非常的吸引人 那当然程式运算上有时候可能会加快 我这边加了一个可能 那有的人认为可以 可是当如果你要运算到很多CPU的时候 这个就不见得 那其他比如在一些使用者输入 文件的读写 就是rewrite的时候 Io的时候 我们讲Io的时候 这个对它有优势 那网路收发数据等等 那线程就变得非常有用 所以如果你要写网路程式的话 那你的thread就一定要非常会写才行 好 那我们在前一页有介绍到这个怎么样去展示出来你的这个核心的部分 就会知道类似是这样的一个内容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所谓真正Python这个threading的一个module 那基本上 它是使用了一个module叫做threading 它是一个package非常大的一个package 那你不需要装设 因为在装Python的时候 它就已经帮你装起来了 那我们照我们的网例 我们会怎么样 把它这个Python这个threading的这个package印出来 那它的内容有非常多 它有非常多不同的module 那譬如像包括lock 你直接看 包括lock或其他等等的东西 会在这个里面 那另外一个 那我们最主要用到的就是它这个thread 这个大写这个class 这个class才是我们要主要要用的部分 那这个里面就是你怎么去产生一个thread的元件 怎么去run它 怎么让它平训运作的一个部分 当然在这个里面它也有很多的内容 所以请你用DI来把这个thread的一个内容把印出来 你就会发现它有非常多的一个部分 像有什么set 第一门 set name start等等 它有很多的这个内建好的一些方法 和一些这个你可以自己写的 你可以呼叫的一些部分 好 那这个是基本上thread的元件包括的一个内容 同学稍微了解 你在input threading这个module以后 你就可以把这个class的把这个thread的class叫出来 那基本上这个thread它的基本上的argument 就是里面的内容包括非常多 像有group这个我们比较少用 可最主要就是target 然后呢它的argument 那name你也可以不用舍不管它 好 所以我们大概基本上有这个主要 它有一个demon在这里 好 那第一个就是保留给未来使用的 所以group你先不用管它 那target是告诉你你想要执行的一个程序 它是怎样 或者是一个object 那它基本上是一个object 那name是讲这个threadname 你可以给它一个thread的一个名称 比如你叫t1 它就叫thread就叫t1 好 那再来是argument是指说 在这一个target的这个function里面 它所需要传递的参数有哪些 好 那通常它是用一个这个tuple 它用一个tuple来放在这个里面 然后用豆点分开 那我后面有提过 你这个tuple里面最好 不管你有几个元件 都要用一个tuple分 就算你写一个 其他神你讲一个 也请你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写 好 那再来是 那当然你也可以把它用这个argument 当作一个dictionary来做argument来传递 那反正这个你大概知道 我们通常还是用这个方式来写 那第一门这个部分呢 那基本上就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因为一般的thread 它我们不会把它设成第一门 后面还会介绍 那这个是就是说 你如果你的主程式结束的时候 你希望你的thread一起被结束的话 你就把这个设成 那后面会再介绍一下这个部分 最后我们用一个小的例子来让各位了解一下 这个thread的执行上它到底会长得怎么样 包括什么样的 第一个它需要一个function在这里 就一个thread的一个执行 所以它在这里面可能执行你想要的 比如列印一些东西 让它这个sleep一下 那在main的里面呢 我们主要执行 第一个是你要用这个thread的这个class 去产生了一个什么instance 然后把刚刚的这个class呢 这个function呢 丢进来给这个target 如果你有参数 如果这边有参数的话 那你就要把它丢进来 另外一个地方 就叫arx那边 你就要把它丢进来在这里面 好那接下来 你把他宣告以后呢 接下来就是执行它 那后面当然有另外几个 只是来告诉你的这个thread的一些状况 譬如有几个thread 它有哪些是长得怎么样 那现在在执行哪一个thread 那这个部分你可能不用问 可最主要的还是这三样的东西 第一个是你宣告一个function 再来是把它实体化 再来以后接着就是执行它 当然还有其他细节 要不要等待等等 那这是一个很基本的 一个thread的一个样子 那当然还有另外的写法是class 我们旁边都会介绍 那同学可以先了解 大概它的状况是在 我们接下来用两个小程式 来比较一下我们这个thread的效能 那一个呢 当然是会用到很多运算 运算的部分 下面一个例子呢 就是只有等待的部分 那看这两个的一个比较 那你先看一下左边的这个程式呢 基本上我就是在这里运算 一直累加 然后呢 累加的数量很大 所以呢 接下来我就把它丢到十个thread 你大概你就先 我先解释 你看不懂没关系 我把它丢到十个thread 里面让它去执行 然后呢 而且我强迫它呢 就是要等待 这边的这个部分就是要等待 当然我这边讲 它也可以用jone的方式 后面来解释 那这边就是等待的动作 然后最后我去计算时间 那你会看到呢 它的运算的时间会是这样 会是怎么样 那我这边做了几个比较 那第二个main呢 第二个main呢 就是把刚刚这个程式呢 我就是issue的一个一个做 那做几个呢 做十个 那在这里呢 是我把这个十个工作 分成十个thread去执行 我们比较看看 它这两个结果呢 你看 那把它做三次 做三次的比较 第一次呢 如果用thread是一秒多 可是我全部这样子 就是一个一个执行 只要0.6秒 第二次是0.79 它叫0.4 0.7 75 0.5 你会发现到 我们用thread呢 反而比较慢 这就是因为gil的关系 好那事实上 它不是真正多工在执行 而且最重要的观点 关键是 因为在这里呢 我们做的是什么 我们是用cpu做运算 这种运算的时候呢 你的thread如果没有发生功用的话 那它的效能上 在python上 它的效能就不太好 所以这个情况 我就希望你们用另外一个方法去执行 好那这是第一个例子 让各位了解说 因为python有这个 这个gil的关系 所以当你的运算量很大的时候 那你用thread呢 它的效能上并不很好 那可是呢 它还是因为使用者界面 或其他的原因 还是有时候还是必须使用 那这是另外一个例子 那这个例子呢 就跟刚刚不太一样 它的做法是 我先 我写了两个方式 一个方式是停三秒 就是睡觉 当电脑睡觉三秒 一个是让电脑睡觉五秒 那我用顺序式的来做 所以你可以猜到这边执行完 应该大概要停八秒左右 好那另外一个方式呢 我用thread来做 这个来做呢 我就执行第一个thread 然后第二个thread 然后我让这两个全部都执行完 然后我再去算它的时间 结果呢 我花了多少 我花了五秒钟 所以原来都要八秒钟 可是我在这里呢 我只需要五秒钟的一个时间 那比如在这里 因为它没有 我刚介绍 它没有密集的CPU运算的时候 那Python在做这个multi-thread的时候 那就会有一些效能上的产生 你就会觉得还不错 好所以我们常讲 这个在Python里面 你用multi-thread 还是要看你的工作状况 是哪一个属性 那它会不会有变得比较有效能 那就不太一定 不过重点也不在这里 重点还是在 你有时候 因为你会 你需要用GUI的一个状况 就是你不希望你的user 在使用程式上感受不好 所以你就必须要这样 那譬如说你在另外一些 在做网路程式的话 那可能这个部分 你也必须要使用到这个 让它多工的一个状况才生 好 那以上大概是我们一开始介绍 基本的这个 有关于thread的一些基本概念 好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Python因为是GRL的关系 所以它的效能上 不见得会真正比较好 如果你有很多CPU运算的时候 如果你有想到它 真正效能变好 请你去参考一个 叫做multiprocessing的一些内容 好 那当然multithreading的部分 在网路上有非常多的资料 那我没有全部列完 除了Python里面的基本文件以外 你还可以去参考其他的一些内容 好 比如有些人 他对这个threading的这个 基本的概念会讲得非常好 所以你可以去参考一下